好 U18世界盃輕棒錦標賽 備受矚目的台韓大戰 待會11點鐘馬上就要登場了 那今天呢是特別在新北市古堡家商 舉辦了一個直播派對 所以我跟秦景要來擔任這個 轉播賽事的工作 現在心情很緊張 其實還蠻緊張的 不過看到現場滿滿的古堡家商的學生 那中華隊當中也有四名古堡家商的球員 相信他們一定會用最大的音量 來幫他們同學加油打氣 對 好 那我們在這邊先預祝中華隊 所以呢 比賽一千順內中華隊 加油 加油 身為U18世界盃的轉播單位 我來TV台派出我跟蔡晴景 負責這場比賽的轉播工作 對於平常只是在攝影棚播報新聞的我們 今天是要面對上百名觀眾 而且呢 還是現場直播 真的是職業生涯超級挑戰 看看賽前我們臉上凝重的表情 就知道 大事不妙囉 但俗話說 頭過生就過 隨時開場後 隨著比賽進行 我們也越來越進入狀況 而且現場古堡家商的同學們真的很上道 除了幫中華隊加油 對於主播們的問題也是有問必答 還不時送上熱情的緩呼聲 看到昔日學長在日本五州球場 冒著大雨對抗強敵 載友團費盡全力 高聲吶喊 就連古堡棒球隊的招牌隊歌都出動囉 也希望這股氣勢能傳遞到日本 給中華隊注入強大能量 搶下三連勝 我要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準備整個 健康 充 紫